在陆港股出现历史性的跌势之际 中共宣传手胡锡进也在微博上哀嚎 说自己单日就跌了超过1万元人民币 不过胡锡进隔天又再发文 喊说股民性党性国家 希望国家和社会能给予股民应有的回报 然而近期的大亏损 让许多荷包吃起的中国网友大表不满 分分在下面留言嘲讽胡锡进 22日 中国和香港股市大跌 香港恒生指数跌破15000点心理关卡 创15个月以来的新低 而上海的户指则是失守2800点 甚至写下近4年来的新低位 股市崩跌吓坏投资人 对此中共向外放风 声称正在沿拟2兆人民币的 凭准基金来救市 然而中国面临多重经济挑战 外媒分析指出 中国经济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如果只是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的话 只会适得其反 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欧冠生 日前受访时指出 利率上升 国际上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以及中国经济的成长表现令人担忧 这些都让投资者对港股失去信心 造成抛售的环境 目前港股已经接近投降点 而台湾财经专家谢金河则表示 股市有橱窗效应 中国股市跌不停 这也预告着中国接下来的经济状态 另外也有分析认为 港股近年持续下跌 反映出所谓背靠中国的策略 成为了香港经济的最大诅咒 新唐亚太电视张可星李易鸿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易鸿综合报导